在我五岁时,妈妈第一次给了我一支笔,那一刻开启了我学习读书与写字的旅程。 上学后,尽管我努力写作文,但总觉得难以表达内心的想法。 21岁时,我决定前往英国。 然而,到了英国才发现,自己的英语不仅说不好,连拼写的单词也有一半是错误的。 梦想进入大学似乎变得遥不可及。 某天,我心情低落地在牛津街闲逛,偶然发现了一家教授电脑使用的机构。 他们的广告牌上写着一行漂亮的字体。 我好奇地与那位广告员聊了起来。 他告诉我,电脑不仅能替代传统打字机,还能自动纠正拼写错误。 这句话点亮了我心中的希望。 我想,如果这样的话,我就不用再为拼写错误而感到尴尬了。 但当我得知课程需要两天,每天两个小时,而费用却高达150英镑时, 我心里不经一沉,那可是我一个多星期的薪水。 然而,为了争取改变命运的机会,我转身坚决地报名了。 我至今都相信,那两天的学习是我生命中极为重要的时刻。 那是1992年,那个决定成为了我改变命运的第一步。 两年后,我拿到了英国大学的文凭,当初去那家培训中心只是为了掌握文字处理。 没想到我还接触到了其他应用,那时Windows95还没有面试。 虽然当时我对这些新技术一知半解,但我感觉到这是一个必须把握的机会。 我成为同龄人中较早将电脑作为工具使用的人之一。 后来,我又迅速接触了互联网和电子邮件。 技术为我的成长带来了许多便利和机会, 让我在个人的时间和空间中有机会不断提升自己。 两年前,我第一次发现人工智能能够生成图画时,再次感到如有神助。 这种技术的革新,仿佛是妈妈当年给我的那支笔的升级板。 它带着我勇敢迈向未知的领域,也为我点亮了前行的道路。 每一次技术的突破,都是一场全新的旅程,激励着我不断探索,成长为更好的自己。 感谢观看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